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晚安 哦好 OK来 挥挥手和大马手举起来决定一下 今天温度比昨天还要冷对不对 可是我们冷不冷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颗很热的心 对不对 对 我们的热情 可以帮助我们抵抗寒冷 抵抗这个雨天 对不对 好的 然后首先我要跟各位报告 昨天在现场 因为我们有很多学生 现在正在立法院的议场里面 跟这些闷热 没有空调的环境 然后没有厕所的环境对抗 所以我们必须站在这边 一起来支持我们的学生 对不对 好 所以也跟各位报告 就是 我们昨天在现场有二十多位的来自台湾 北部中部南部各个大学的老师 大家就决定 既然我们大家在这边 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谈一谈 我们到底在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来共同捍卫台湾的民主 然后呢 这边我们有一个图像 我们的总统马英九 因为他耳朵里面有毛 对不对 所以他听不进去我们人民的声音 所以我们要站在这边 坐在这边很坚定的 告诉我们的马总统 告诉我们的江院长 台湾人民在这边 教导他 什么叫做民主 什么叫做自由 是不是这样子 好的 那同时也要跟各位报告 除了很多学校老师 而且我们在这边也呼吁 其实今天有很多 老师看到我他们都说 他们也很想要来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 街头的民主讲堂 所以我们其实也不是翘课 我们是来加课 对不对 对 好 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课程 不仅要告诉马英九 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把在这边 继续播送我们的民主的种子 可以让我们以后带回去继续 在各个生活的各个角落里面 继续来捍卫台湾的民主 好 所以呢 守护台湾民主平台 它也是由台湾几百位的大学教授所组成的 现在呢 大家正在拟定一份草案 就是针对我们两岸的 各种经贸的交流 要求我们的政府 必须要制定一个两岸交流的监督机制 好 这份草案已经由台大法律学院的院长 好 代考已经有一个具体的草案出现了 好 我们也正在免疫当中 好 所以 好 我们在这边 并不孤单 对不对 我们在里面的两三百个学生也不孤单 好 我们在外面陪着他们 还有很多没有到现场来的他们用各种行动来支持我们 陪伴着我们 好 那 既然是民主讲堂 大道 我想从我作为一个传播学者的角度 那我想 其实就简单跟各位报告几件事情 我想要谈的是 我们今天所面临到的两岸交流的情境 其实它是一个现实 我们并不是要阻挡 我们也不是要锁国 可是就像有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讲得非常的好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担心的是我们的执政者把台湾锁禁中国 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们可以跟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用平等的互惠的互利的立场 来签订自由经济贸易的协定 可是绝对不是一个在没有尊严 没有对等的情况之下 甚至于打压台湾内部的民主的声音 打压一个国会应有的政党的合理的程序 所来进行的一个维护执政者他的既定的政治目标 所做的行为 各位说对不对 对 所以就我们的观察这几年 在执政者他所要积极进行的两岸的交流理念 我们看到了什么问题 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还不知道两岸交流的实际的经济利益在哪里 可是我们已经看到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台湾的民主的机制 台湾的言论自由的环境快速的崩毁 是不是 这是不是我们感到非常的忧虑 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害怕的原因 好 好 我向各位报告一个最新的 一个全球的新闻自由度的调查 在一个全球180国家的新闻自由度的调查 各位知道台湾在全球是排第几名吗 最后一名 不会 怎么样我们都赢过中国 而且我们大幅领先 全球180个国家里面呢 台湾在去年是第39名 台湾上来的新闻自由度在全亚洲 就绝对是数一数二 仅次于日本 高于华语世界的所有的国家 可是很不幸的 今年最新的调查 我们39名 你们认为是往后退还是往前进 往后退 是的 39名变成57名 为什么 为什么 原因非常非常的多 来我来告诉各位 这一份国际调查里面 他怎么告诉我们的 他说台湾的新闻自由度下降 因为在马19总统2008年上台后就定定了 中国前海学会长陈运林来台湾的时候 各位还记得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吗 是不是 所以那一年各位 野草莓学运的时候有多少人在现场 再来举手好吗 为什么会有野草莓学运 因为中国海学会的会长陈运林要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打压台湾内部的异议声音 不让人民公然的举行任何的抗议活动 使得大家非常的不高兴 是不是这样子 也因此 再加上我们的媒体采访也受到政治力的压制的限缩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今年落到59名 好 不过呢 我刚才也讲过再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后面其实还有很多国家 各位知道中国在全球的新闻自由度拍 你是多少吗 最后你还是倒数第二 好来我告诉各位 大概是倒数第五名 好 来 这份国际调查 他怎么样来说中国的新闻自由的现状呢 好 各位也知道 中国现在最新的领导人叫什么名字 好 习近平 好 习近平上台之后呢 中国的新闻自由跟 有听到有听到 你听到 更一进步 更一进步的 紧缩下来 好 好 所以呢 你看网路上都一直在流传 OK 有一个新闻叫做欺负奖 各位知道这欺负奖是什么吗 他们要求说 高教的教师后 就可能在台湾就像我这样的人 不能讲什么 第一个不能讲普世家 第二个不能讲新闻自由 第三个不能讲公民社会 就是不能讲各位了 第四个不能讲公民权利 好 第五个不能讲党的错误力 第六个不能讲全贵资产阶级 就是在讲这个草率的要通过佛号的这群人 最后一个不能讲司法独立 好 这个就是现在中国市的领导人 他对面的这个言论控制 所以各位 我们要 我们要跟这样的一个国家 谈两岸的经济贸易的来往 在这种情况怎么办 我们能够因为在两岸上面不确定的利益 而就先牺牲了台湾的民主 跟言论自由的环境吗 我想绝对是不行的 对不对 好 所以 我想我们今天在这边很重要的 第一个 告诉我们的政府 绝对不可以用一个违反民主程序 的方式来通过两岸的国贸协议 第二个 不管以后我们跟中国要进行什么样的 文化的 政治的 经济的 交流 一定要坚持台湾的主体地位 要坚持对的 而且一定要坚持台湾的 自由民主的环境的维护 对不对 好那最后我想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好那我想 律师团已经向我们很清楚的表示了 虽然我们也常觉得台湾的司法 还有很多要改革的地方 对不对 可是在台湾我们还是有一群这么可爱的律师朋友 对不对 愿意跟我们的 好民主跟自由跟公民社会站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很希望我们台湾的媒体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的自主的公民跟公民社会可以站在一起 对 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希望台湾的媒体 他可以很真实的来呈现我们现在 这几天 好在立法院里面 好所进行的事情 好希望我们的媒体 不要只是在意我们的学生是不是在里面喝酒了 好不要只是在意说我们是不是 好拖还环境 不要只是 而且千万不要再说我们是暴谷了 我很尊敬的一个媒体界的前辈 他说24年前 野百合学域这些学生被称为暴谷 野草莓学域的时候 学生也是被认说为是暴谷 所以他认为暴谷是一个台湾民主化里面一个尊崇的表征 所以我们为暴谷鼓掌 好我们自主的公民 我们要展现我们的愤怒 可是我们还是非常的理性的坚定的在这边捍卫我们的自由跟民主 好各位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所分享的 好在两岸交流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去认知 台湾的言论自由跟中国的言论自由之间的落差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我想我们这几年其实接触到很多中国跟香港来的学者 其实他们都非常的期待 台湾啊 请你们一定要抗卫你们的民主跟自由 因为他们都深信 如果台湾的民主自由守不住了 香港跟中国不会进步 各位 请相信我们在这边做的事情 非常的重要 不只是为了台湾 也为了我们临近的这些国家 谢谢